在如今的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在娱乐圈发展,但是网络上却也时常出现他们的新闻,因为特殊的富二代身份,所以让他们获得不少的关注度。 今天便来看看郭台铭的长子郭守正的故事。 其实,郭守正和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不同,他的童年过得十分艰苦。 郭守正是郭台铭的前妻林淑儒所生,不过林淑儒在2005年就已经去世,后来郭台铭娶了曾馨盈。 郭守正小的时候,父亲郭台铭穷得连奶粉都买不起,好在林淑儒的父亲林百新给他们资助了几十万。 这才让郭台铭创业赚到了钱,才不至于让郭守正饿死。 其实,郭守正从小得到的父爱很少,在他十岁时,郭台铭就因为常年忙事业而不管他。 是母亲林淑儒一手将郭守正带大,并且将他送到了国外留学。 郭台铭后来成立了鸿海集团,成为千亿富豪。 此时的林淑儒已经罹患乳癌。 2005年3月12日晚时时,林淑儒因乳癌,病逝在台大医院,享年55岁。 身后葬于台北县三峡镇。 林淑儒生前为郭台铭生下了一子一女,分别是大儿子郭守正和大女儿郭晓玲。 2008年,郭台铭娶了比自己小24岁的妻子,舞蹈老师曾馨盈。 当时的郭台铭再婚,他的儿子郭守正承担了父亲婚礼的总指挥任务。 主持人张小燕也被一些笑心所感动。 他说,相信郭董已经知道,很多事情是金钱买不到的,健康买不到,爱情买不到,会帮爸爸办婚礼的儿子也买不到。 郭台铭点点头,而郭守正红着眼睛,向张小燕鞠躬。 郭守正选择了电影文化事业,而没有走科技这条路。 这曾经让郭台铭不理解,但现在他们父子俩已经完全理解了。 一场婚宴不仅让嘉宾和主持人开心,也让商界和正界的名人看到了郭台铭儿子的笑心。 蔡秦描述道,我看到的郭守正正用红酒和她握手,并对她的父亲说了声谢谢。 她对父亲深深的爱表露无遗。 郭守正对曾馨铭说,欢迎加入我们的家庭。 她还对郭台铭说,谢谢你一生的辛勤工作,爸爸我爱你。 她亲自制作了电影《郭增两人成长相恋》,与会者深受感动。 到目前为止,11年的时间,曾馨铭为郭台铭产下了三个子女,分别是大女儿郭小儒,二女儿郭小爱和小儿子郭守正。 郭守正是郭台铭60岁的时候,曾馨铭为她生下的。 当时郭台铭觉得无比的幸福,说非常感谢上天对一个60岁的老人在最困难时又重拾幸福,又给了第二春。 古话说得好,多子多福,而对于郭台铭这样的富豪来说,就更是这样。 曾馨铭嫁给郭台铭的时候才30多岁,虽然不是一个女人生育的最佳年纪,但因为家人身体条件好,所以才能接二连三地怀孕生子。 像郭台铭这样的大家族,一般都是孩子越多越好,人丁兴旺,才有更多的子女来继承他的财产。 但是2019年,郭台铭正式卸任了鸿海集团董事长一支,他卸任董事长倒是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郭台铭没有让儿子郭守正继承鸿海集团,而是选择了一个多人组成的领导班子来共同管理。 其实郭台铭可能也知道,一个人说的算的企业可能未必走得长远,团队的力量一定会比个人的力量大得多。 很早以前,郭台铭就把公司的接班人定在了弟弟郭台成的身上。 不幸的是,弟弟在2007年因患癌症去世。 很多人都以为郭台铭会让儿子郭守正来接替自己的位置,可没想到鸿海又发展了十多年后,郭台铭仍然没有提让儿子接班的事。 郭守正出生在1970年,虽然生为郭台铭的儿子,但是郭守正却没有享受到富二代版的待遇。 郭台铭过去为了让儿子进行磨练。 郭守正放暑假的时候,几乎都会来工厂见习。 别家的郭少爷在自家的公司打工,一定都很清闲,吹着空调,还有一般人使唤。 但郭家的少爷却在郭台铭的要求下从最基层做起。 当即生产线的作业原来。 组长怕得罪郭守正,安排了小组长的位置给他。 没想到郭台铭发现了,竟然很生气,还将儿子的官位取消了。 而郭守正也没有富家子的派头,他从不炫耀自己家庭的财富,就算是坐老爸的私人飞机出国度假,也不会拿来在人前说罪。 反观曾兴莹的三个孩子,一出生就享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 其实名业人也能够看得出,还是现任妻子在郭台铭心中的地位高,以至于他们的孩子都被视如珍宝。 可见郭守正将来在分资产的问题上,会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压力。 作为郭台铭的长子,外界一直猜测,郭守正迟早要接过红海帝国的权章,但郭守正却选择了另一条路,自己创业。 后来,郭守正到了成家的年纪,恋爱对象是自己的大学同学,或许是出于对儿子的愧疚。 2004年6月,郭台铭花费数百万元。 在台湾远山饭店摆设豪门婚宴,为郭守正办了一场世纪婚礼,并送给儿子与儿媳妇价值超过8500万元的新一富邦豪宅。 而且,在郭守正结婚时,郭台铭带他去见台湾经营之神台肃集团创办人王永庆。 王永庆当场送给郭守正两个字,信用。 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两个字,却让郭守正大为感动,直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了。 2004年,郭守正结婚后,就跟自己的妻子返回美国,开始自己创业。 郭守正投身台湾文创产业,与妻子黄艺荣先后成立山水国际、三合娱乐和首映创业公司。 主攻电影制作及数位内容。 苦腹无犬子,他自己的事业也有声有色。 夜文二在大陆取得不错的票房,首映创意的动画片入围金钟奖、动画节目奖。 他出资拍摄的电影《奇迹的夏天》曾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更是风靡全台。 其实郭守正自己的事业目前已经很成功了。 既然他表示不喜欢活在父亲的关环下,那么公司和资产对于他来讲,似乎已经无所谓了。 郭守正的妹妹郭晓琳形势也非常地低调,作风平民化。 河南有曹思杰的情势低调,但工作形势有其父之风,被看好当接班人。 郭晓琳结束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的学业归国后,就跟在父亲身边学习。 之后,进入鸿海的财务部,出席大小活动和会议时,郭晓琳都会在郭台铭身旁。 鸿海股东会,岁末尾牙联欢晚会,捷克场开幕,老爸演讲时都可以看见郭晓琳的身影。 郭守正一直游离在父亲郭台铭的制造王国外。 这让曾声称工作到80岁的郭台铭不免伤神。 据郭台铭自己透露,自1974年创建公司以来,他每天的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每天坚持至少工作11个小时。 即使晚上下飞机,他也会马上赶到公司,加班至三更半夜也是家常便饭。 或许是出于对父亲的关心,2013年初,郭守正开始了回归鸿海集团之路。 2013年1月17日,郭守正出席了由台北市政府与鸿海集团共同开发的台北资讯远区案电机礼。 次日又出席了台北资讯远区案上梁电礼。 外界猜测,郭台铭已经开始考虑让儿子接班的事情。 不过,在2019年4月,郭台铭首次公开谈到了自己的退休计划,以及接班人的问题。 郭台铭说,我很快就要退休了,但长子郭守正和侄子侄女绝对不会接事业。 郭台铭的这一表态让外界颇为吃惊。 因为曾经自立门户的长子郭守正已经于2013年初回归鸿海集团,出任鸿海子公司三创数位董事长。 随后,郭台铭的表态却打破了外界的猜测,为什么不让儿子接班? 郭台铭说得很含糊,这些年轻人都有共通的毛病,集团正在执行分权分类的方法,集团大到一个程度就会走向联邦体制。 尽管郭台铭有两个儿子,但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铸造帝国中,似乎没有人能继承王位。 郭台铭的儿子郭守正无意搞科技,热爱文化产业,而他的小儿子郭守善还太年轻。 所以,郭台铭的产业帝国最终似乎不得不由外人接受。 近年来,郭守正致力于产业的数字内容和文化创意,扩大媒体版图,在鸿海集团积极拓展业务领域的同时,郭守正也在拓展媒体领域。 事实上,郭守正对产业数字内容的投资不仅仅是游戏,还包括电影发行公司山水国际与文创相关的营销公司,动画创作公司首映创意,以及吸引学龄前儿童的故事屋。 郭守正传播的几乎所有职业地图,都是他的妻子黄子荣与他一起努力工作完成的,两人创业大成功。 2020年1月,郭守正在加州洛杉矶黄金地段,好莱坞Board Streets买下两处超级豪宅,以总价约23亿新台币的规模,一举成为好莱坞豪宅史上最大宗交易。 而且,根据报道称,郭守正是以全额现金支付,没用到任何贷款,作风相当好气。 根据房产记录显示,这两处1月27日成交的豪华大宅,面积均达450平米以上。 彼此紧临,但并不互相连通。 成交总价虽惊人,但是都比卖方开价便宜。 尽管买房登记为两家不同法人,但率先披露此交易的媒体指出,两家法人公司注册地址一致,负责人也都与郭守正之妻黄子荣姓名相同。 报道指出,这两栋房子之所以堪称加州顶级豪宅,不只是因为其空间宽敞华丽,还在于内部一营俱全,成交价为12亿新台币的一间。 设有6间卧室和10间浴室,并配有健身房、高尔夫模拟训练器、雪茄房、酒库和保健中心。 另一处以11亿新台币成交的豪宅,虽只有6间卧室和8间浴室,3温暖、游泳池和健身中心,但整体平数较大,屋主可由大片落地窗俯瞰洛杉矶街景。 状头戏则是由亚曼尼家居设计打造的酒窖。 郭守正在加州买房是因为他当时在加州留学,对加州生活理应十分熟悉。 不过,购买豪宅的消息曝光后,郭守正并未对此次大手笔购置房地产做出回应。 外界尚难了解其大手笔购置豪宅的原因。 如果这件交易属实,那么外界算是见识到了郭守正以往不为人知的一面。 郭守正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相较于那些依附父母的富二代,努力做独立成功的富一代,更值得人们敬佩。 希望在未来郭守正可以一切安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